我花58万买下一块破石头 众人都嘲笑我人傻钱多 然而下一秒他们就傻眼了 怎么 小苦 你对赌石也感兴趣吗 也不能说感兴趣 我只是喜欢简陋而已 李老先生愣了一下 随后哈哈一笑 小苦啊 你在古玩鉴定这一块确实造诣非凡 但是赌石可不一样 就连高科技仪器都检测不出原石内部乾坤 你想要简陋 这简直无意大海捞针啊 我微微一笑 对于普通人来讲确实是大海捞针 但是对于我来说那就另当别论了 因为根据我预知未来的能力 这个摊位今天将会有人开出一个震惊赌石圈的大宝贝 那个人现在应该还没到 而我就是来截胡的 没事就当打发时间了 李老先生你也挑一个玩玩吧 李老似乎没有多大兴趣 但还是点头答应了下来 也行就当陪你玩玩吧 随后我们二人便在这一堆石头里面开始挑选起来 标价的都是有概率鉴率的石料 价格也贵 没有标价的都是按重量计算 价格很便宜 但是鉴率的概率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很快 李老就挑选了一块篮球大小的石料 价格三万多 而我也找到了预知未来信息中的那块石料 大小和李老那块差不多 但是价格却高达58万 看到我挑选的这块石料 周围的人全都一愣 李老更是爽朗的笑了起来 小苦啊 一看就知道你对赌石没有经验啊 专挑贵的来 苦先生 赌石玩的是一小伯大 看来你这58万算是打水飘落 苦先生 我对赌石也算不有研究 恕我直言 您现在选的这块石料 除了价格贵以外 无论是从文库 表皮观看 还是触摸回声 都不像是能够见绿的料 韩亚轩也有些担心的看着我 苦大哥 这块石料这么贵 确实有点划不来 你要不要重新挑选一块 旁边的群众也纷纷议论起来 基本都是在嘲笑我人傻钱多 我却是无所谓的笑了笑 没事 就这块了 开不出啥也没关系 就当给大家买个乐子 付完钱后 老板亲自开始进行切割 李老选的那块石料 倒是开出了一块宝石 奈何质地比较差 体积也不大 只能打一枚戒指 当场估价四万块 李老微微一笑 没想到啊 还能赚个七八千 现在就看看小虎这块石料 能不能保本吧 围观的群众 都是一副看笑话的模样 很显然 他们都认为我肯定要血本无归了 就在此时 正在切割打磨的老板 突然停了下来 脸上浮现出一丝惊叉 众人听到这话 全都看了过去 只见石料切割的位置上 浮现出一摸翠绿 而且颜色还挺深 卧槽 既然见绿了 不过是有八九是空壳子 对对对 肯定只有表层这一点点绿 估计里面都是空的 这种事情见多了 我估计他也不敢再往下切了 这个时候卖掉的话 多少还能往回一点损失 就在人群议论的时候 一个中年男子笑着走了过来 这位兄弟 你还要继续往下切吗 不切的话就卖给我吧 我出六十万 怎么样 我瞥了他一眼 这位大哥 你也太看不起我了吧 老板 继续切 且慢 你要是觉得价格不满意 咱们可以再商量一下 要不我出八十万吧 男人说完向我递过来一张名品 我礼貌性地接过来看了一眼 美剑运动集团总经理 于总 搞健身器材的吗 没错 就当交个朋友 也别八十万了 我出一百万 这样你还赚了几十万 要是开出空壳 那你可就血本无归了 于总一脸笑意地看着我 似乎觉得我没有拒绝他的理由 你这个朋友 我交不起 太贵了 说完我把明天递还给了他 于总愣了一下 明显没想到我居然会拒绝他 兄弟 你别致命不握 虽然见了绿 可不代表里面全是翡翠啊 很大概率就只有表面这么一层 这都是常识 无所谓 我玩这个没想着赚钱 就是图个乐子 于总愣了一下 顿时有些急眼了 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就是觉得这块石料似曾相识 有种本该属于他的东西 被抢走的感觉 我却是心中一阵偷笑 没错 根据我预知未来的能力 这块石料原本应该是要被眼前这位于总买走的 可惜被我杰族先登了 兄弟 你开个价 到底多少你才肯让给我 我虽然被他整得有点不耐烦了 但心中还是有一丝内疚 毕竟是我抢了人家的机缘 你想买也行 只是我开的价格你未必能承受得住 一听有的商量 于总立马激动起来 行 只要你说个数 我就买了 我微微一笑 那就七千万吧 让你也赚一点 一听这话 于总的脸色瞬间阴沉了下来 七千万 你开什么玩笑 想钱想疯了还是脑子进水了 这一刀下去里面如果是空壳 那你这块石料连一万都不值 赔死你个傻吗 我一声冷笑 本来想让你也赚一点 给你机会你不中用了 等会可别后悔 此话一出 于总顿时哈哈大笑起来 有意思有意思 老子我就站在这里了 我倒要看看你是怎么让我后悔的 说完他一脸讥讽地看着我 而我却懒得再搭理他 老板继续切 这时李老拍了拍我的肩膀 小虎啊 能卖则卖吧 能赚总比赔得强 你运气已经很不错了 随手就赚个几十万 身为一个合格的商人 我要是你肯定会卖掉 多谢老先生提醒 不过才几十万而已 我玩得起 李老健说不动了 也只能叹了口气 随后目光凝视在我那块 正在被切割的石料上 片刻后 老板手上的动作再次停了下来 只见他满脸震惊地看向我 新手 你从也见绿了 还 还 还要切吗 他紧张激动的声音都在颤抖 上面见绿 下面也见了绿 如果中间再开出绿色的话 那几乎可以完全断定 这一块翡翠的体积该有多么大 随着老板话音的落下 周围更是掀起了一片惊呼声 李老先生也是面色一动 来到那块石料前 仔细打量了起来 小苦啊 你还继续切吗 看得出来 李老也很是激动 我淡淡一笑 李老先生 今天本来就是陪你玩的 只要你高兴 你亲自来切都行 这 那我岂不是宣兵夺主了 那可不行 这样吧 要是没切出什么来 我额外给你五百万作为损失费 我点了点头没有拒绝 今天主要是来结交这位港多投资大亨的 可不想扫了他的雅信 李老一脸兴奋地接过了切割机 在场的众人也都一脸激动 渴望期待地盯着李老的动作 于总更是偷偷咽了一口唾沫 表面上满脸平静 内心却已经波涛汹涌 半小时后 一块完整的绿翡翠呈现而出 光是体积就有椰子那么大了 在阳光的折射下 泛着璀璨的光泽 这一瞬间 所有人都呆滞住了 就在众人发愣的时候 一个老者走了过来 他拿着放大镜自信地观摩了许久 脸上越来越动容 最后眼中闪过一丝极致的震惊 但很快便隐藏了下来 李老先生急不可耐地看着这位老者 怎么样 这属于什么级别的翡翠 老者深吸了一口气 冰种 A级冰种 而且块头这么大 属于珍宝了 不知你们是否有出售的意愿呢 我们天祥珠宝城愿意出价 八千万收购这块翡翠 此话一出 在场的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你却是冷冷一笑 不卖